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鄺俊宇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先講講話說屯門有個老伯相當貪心 在藥房連偷兩部手機 講講網友見到相關消息 然後爆這個老伯很無恥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講據報很論盡 有個城市叫Waterbong 講講這個音樂節近日在西九文化區舉行 不知為何節目完結過後大量參加者滯留在現場 到凌晨兩點都未能走得到 很多參加者抱怨 為何會弄得這麼論盡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講各大熱話 據報在南桂坊出現了一個七十歲的阿伯 在街頭勁歌熱舞不斷撩女生 相關消息成為網絡熱話之一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旺進語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屯門老伯藥房連偷兩部手機 極速手法超震撼 公開閉路電視急急尋人 網民大鬧 好無恥 報導的流氓提到 有街坊上傳這條片 說在上星期三 5月29號中午12點 在屯門有愛邨東亞藥房購買藥品過後 不小心留下手提電話在櫃檯 翻查藥房的閉路電視片段 發現是影片當中穿著藍色衣服的老伯順手牽羊偷走了 影片看到當時的老伯站在藥房的櫃檯前 看到沒有人懷疑快速地把櫃檯上放在櫃檯上的兩部電話 放在一起靠近自己 肩負近有人走過 老伯就伸出右手入腰包拿出銀包拿五百元紙幣 所以想著裝作準備給錢 同時偷偷打開左手環保袋的袋口 快速把其中一部電話放進去環保袋裡 之後老伯再望望四周圍的情況 店員拿出一罐疑似的奶粉 老伯右手給錢 左手放在另一部手機上 遮遮掩掩 偷偷靠近自己的方向移動 老伯隨後把奶粉用作遮掩物靠近手機位置 又親店員忙著找錢 又迅速把手機放入自己的環保袋 簡單來說 老伯一共拿走了兩部手機 得手過後 老伯是沒有急著走人 等待店員找錢過後才慢慢步行離開 事主補充已經報警備案 又呼籲如果有人認識片中的老伯 可以聯絡他 即是博囚 影片引來網友熱烈討論 直稱老伯很離譜 就說有天眼走不掉 也說有樣有證據報警 不能夠姑息他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偷一部電話都不夠 偷了兩部 結果整個過程被天眼拍到 兼且是估計的街坊 那些片一上傳 估計有愛川的街坊 有機會認得出是哪一位老伯 事件今天在網上發酵中 事主已經報警備案 未知進一步的消息 另外也提及這單消息 根據AM730的報道 有關網上熱話 70歲的阿伯 在南桂坊勁歌業舞 瘋狂做一個行為 撩女仔 網友笑 這些就是詳授秘訣 報導的內問題多了 何伯與新何太 非對方不可的愛情故事 成為了港人近日的重點關注話題之一 不過撇除年齡的話 一眾長者在體力許可的情況下 可能都想找一些自己有興趣的娛樂 早前社交平台上流傳一條 在南桂坊街頭所拍到的影片 片中見到一位年約70歲的伯伯 在街道上勁歌業舞 更加主動對南桂坊的性感女郎 做一個舉動 露骨的行為 令到網友看到嘩嘩聲 話說片中見到這個伯伯 是有一頭稀疏的白頭髮 穿著一件T恤 迷彩長褲 還有一對鴛鞋 在南桂坊街頭上勁歌業舞 不只更加主動上前撩女仔一起跳舞 當有女生路過的時間 伯伯就會跳著埋身 引她們一起跳 片中就成功 引到一個身穿黑色長裙的女子 跟她一起跳舞 嗨爆的伯伯更加越跳越賣 而此想用下身來摩擦這個女子的臀部 令到女子即時彈開了 有網友直稱這個伯伯的行為是沒有眼看的 直指她雖然表現出人老心不老 但這些舉動無疑是為老不尊 亦都說心術不正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這個70歲的伯伯 近來成為網上熱卦的主角 估計相關片段又上了小紅書 年紀相當 香港就說70歲左右 有活力的 當街跳舞 不過當有女子跟她跳舞的時間 她是越欺負越賣 甚至如報道中所指 用下身來摩擦對方的臀部 嚇倒其他女子 伯伯伯計算是長著於南桂坊 近來出現 未知來歷也成為網上熱卦 網友直直稱奇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 有關香港的城市之一 HK01的報道 Waterbone香港 首日圓場應嶺行李大混亂 官方是要致歉 據報今天改派交代 報導的內容提到 這個音樂節 在6月1日、6月2日 在西九文化區舉行 第一日在3號風球下 進場安排受嚴誤 一個多鐘才能夠入場 台風遠去 觀眾亦都在風雨下 濕身玩過救 不過晚上10點半 散場過後 觀眾認領行李 就出現大混亂 數以百計的人 等了很久 都未能夠拿回那些物件 被迫滯留到凌晨2點 仍未散去 據報警方曾經到場 主辦方在今日下午 在社交平台發佈道歉聲明 對於物品存放區的安排 而導致現場情況混亂 深感抱歉 今晚10點前 可以到場應領物件 同時更改今天的安排 停止這個寄存服務 並向觀眾派交代 VIP的觀眾額外 會派護目鏡 內文提到 有人在連登發貼文 昨晚10點半 原場過後 行李寄存區 等待應領的行李 人龍不斷 聲稱有幾千人 到凌晨2點 人龍仍未散去 鐵文指控 領取行李的時間 不問是誰 因為寄存證明的 指條已經濕了 爛了 報稱現場有人不見了 當中亦有網友說 不明白這個音樂節 在韓國舉行的時間 一直相安無事 為何在香港舉行就出現問題 主辦方的官方IG 被大批網友留言大罵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有一中城市Takira 據報話說 昨晚很多參加者等到2點多 凌晨都未離開 為何 行李寄存了 我拿不回 唯有在滯留 相同的活動 在韓國搞過 一點事都沒有 是來到香港西九文化區 搞到論論進進 結果主辦方今天發聲明道歉 令B商不再做行李寄存 派膠袋 結果今晚就是這個活動的第二場 也是尾場 未知會不會有更加論盡的事情會發生 另外也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 保華建業地盤是爆發欠伸的 消息說 政府正在想應對的方案 一旦公營項目受到影響的話 報道的問題 成建多項政府工務工程 工營房屋項目的保華建業 他們成建房協資助出售項目 朗然 地盤早前曾經有大批工人聲稱被拖欠薪金 令人關注他的營運情況 據悉政府都關注情況 多個部門已經召開 跨部門的會議 由財政司副司長王偉倫統籌 商討怎樣應對一旦公營項目受到影響 有商會就說 近年市場不穩定 成建商分包商以低價搶標 長期頂數 資金未能及時回漏 或者令到資金流斷裂 引致欠薪、欠款等等 記者上個星期曾經到保華建業總部 公司仍然如常運作 以上來自HK的一個報道 話說近期連公營項目的地盤都爆發欠薪 政府內部據聞是留意到有關情況 已經在商議一旦公營項目受到影響 如何算好 其實近期已經不止第一間 之前有些老牌的建築公司突然清盤 可能那個經濟真的很差 另外資金未能及時回漏 導致有些人有項出沒有薪 相關這次的地盤是公營項目 涉及防協 我是郭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